目前全港約有200萬人居住在公共屋邨 怎樣令到他們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今屆政府上場之後 首份施政報告中主動提出 要為居民設計一套幸福設計指引 房署及委託的顧問 更願密密開著幸福號小巴 到各村收集意見 整合一套大家有共識的設計指引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也有到場支持 負責今次項目的李文偉 除了是房屋署總建築師 本身也是藝術家 曾經設計過全港多條屋邨 對於他而言 幸福就是要讓居民找到家的感覺 而今次就透過遊戲 讓居民組裝出幸福家園的面貌 其實就是想用一個新的思維去做這件事 我們都看到 如果透過一些玩的時候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在玩的時候 多說一些東西呢 怎樣可以透過玩的時候 令到他們的思維又可以有多一些東西 又連結到另外一些東西呢 公屋是篩自大廈逐漸演變出來 不同年代有著不同的設計 李文偉解釋 設計是從社會演變中 催生出來 譬如以前我們雙塔式 如果你記得愛民村那些 其實中間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天井 其實當年的想法 為什麼會有一個天井 就是之前的公屋 他們看到很長的走廊 有很多可能暗角 那你就有些罪惡 就是有些資長 變成我們70年代開始就想 我怎樣可以做一個設計呢 令到光明一點 又天井 另外就是 譬如入屋的時候 又好像周圍都可以看到 如果有危險 人家都可以上上下下都看到 這樣就開始有這樣的設計 商塔式就出來 他又指 隨著社會更加關注私隱 就開始有十字式和和諧式 而近年也告別為整棟樓作設計 按照不同的家庭需要 配合山勢和風向等等的因素做設計 而今次幸福設計指引 地區諮詢活動 就有不同的逼步板 給街坊挑選理想家園的需要 亦都有卡紙寫出想要改善的地方 黃先生一家四口 在23年前搬入興華一村 現時擁有300多呎屬於自己的家 感覺非常良好 因為終於可以告別以前所租住 只有100多呎的單位 煮飯、用衛生巾有很多不方便 喊救的機會就沒什麼 因為大家集合就沒什麼 就沒什麼 集合一點 覺得集合一點 那些 一個人都可以 那些生靜就不太好 入住新住所 他大贊社區環境很好 又強調自己好之足 寫下的願望只是想當局處理 有人在非吸煙區吸煙 最多是在大堂裝冷氣便會更加好 獲政府委託進行這次研究調查的倫理關係研究所 總監何力輝就說 幸福這麼虛幻 街坊往往只是能夠說出微細的事 但透過引渡 很多居民 特別是長者便可以說出他們的需求 其實你感覺到的 有些舊村我們都感覺到 因為他們的倫理關係很好 其實他們會說到 原來我這條村的特色就是 我認識所有的倫居 或者是有些好花的東西 我和管理商人 即是談到他們很快又會做到 有些不同的村都有他們不同的特色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研究去看看 其實每一條村 他們覺得自己那條村 它很特別的幸福感是什麼 他表示因應這區的地區特徵 居民會思考什麼是幸福感 下階段會做小組討論 深化和轉化居民的想法 李文偉補充 研究的結果可以有助防柱深化通用設計 例如在什麼高度的門中可以方便小朋友 輪椅出入需要用哪些過路設施等等 都有待市民告訴團隊 希望大家看到幸福好的時候 都可以停下來給一點點意見 idun 偶動 負 japanese